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尤達Bestback的時間 今天是Good Friday 耶穌秀蘭節 也是復活節假期的開始 祝大家 復活節過得愉快 雖然香港的切禁制還未解禁 晚上還未可以外出吃飯 但也算是一個長假期 可以休息一下 我在英國的第一個復活節假期 想想的行程也很充實 因為稍後我會錄完這段影片 然後馬上馬上出門 去領飛馬場 本來沒想到 本來想到明星期六 才去紐百利馬場 不算太遠 在我居住的Sutton 去Lingfield 大概都不用過半小時 坐火車 全程都是坐火車 所以今天就特地去一趟 明星期六 即是香港跑馬的時候 明星期六 為何我會想去Lingfield 除了明星期六 除了明星期六 有幾場吸制賽之外 也是關乎到 一些之後的 組織一的 練習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是 當然 除了 在英國 除了 布宜鶴 大圖里的老友 還有一個特別嘉賓 明天就會去Lingfield 去Lingfield 去Lingfield 即是來英國 去Lingfield 跑一日馬 所以 一想起 可以一次過 見齊 這麼多個老友 記 當然之前我在Campton 也跟大家 看回我的Facebook專頁 也講過 我在Campton 的所見所聞 今次Lingfield 一次過見世 這麼多個 所以 就算是要乘兩個多小時 因為真的都很遠 Lingfield 所以都要乘兩個多小時 所以明天都要 很早出門口 因為如果不是 你乘車都要乘兩個多小時 都會浪費時間 所以明天就一定會去 所以到時候 怎麼說呢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Facebook專頁 或者 我轉載了在馬場USB的 我那篇長文 接下來幾個馬場 Lingfield 我都會 寫一篇文 介紹和拍照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 我希望 今天去完 Lingfield 今晚 我就可以出到哪篇長文 然後第二天 有什麼有Lingfield 還有 這兩天就是這樣 然後 Easter holiday 星期一 不知道能不能去到Champton 因為那天好像是下午 但那天下午 我就要去看 Sutton United 看 Sutton United Sutton United 的主場賽事 英圓 所以應該就未必去到 但星期二 19日 我就會去葉深馬場 因為葉深馬場 下個星期二 開始就正式開季了 就是葉深馬場的季度 正式開季了 那天好像是有些 不知道打比預賽的 那些 要看回Race Card 我才知道 因為現在暫時未去到這麼遠 所以就要看看 帶來 接下來還有一個 當然就是葉深馬場 所以接下來 都會寫頗多長文 可以全方位的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看到 希望 都是你們 看過這條影片的 又不知道我有個Facebook專頁 記得順便去我的Facebook專頁 由達專頁那裏 給個Like 跟進 Follow 還有馬場USB 還有 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也很希望 你們幫幫忙 或者有些新的朋友 剛剛看的也很希望你們都訂閱 讓我快點 達到那個人數 令到Youtube的功能 可以再用更多 那說回明天 明天 有跑泥草混合賽 就是四泥肉草 草地就是C加三跑道 在未講過我的心緒之前 都提到一些 可以給大家留意的數據 如果大家以前有看我們瘋狗馬經 我們資料組的手足 或者有些讚稿的手足 久不久都會提醒大家 有些騎鍊 有些騎鍊 就快完成它 100場 即幾百場的指標 這次我就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 為何我今天要說這件事 為何我今天要說這件事 因為現在 剛剛看下去 其實接下來 有三個獵馬師 都很快完成 會完成他們重練的另一個八場大關 比較接近一點 當然就是方家柏 剛剛禮拜三 就 他 也有馬贏 如果你們一路追他的馬 其實都很麻煩 但是他為什麼那天 會 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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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來拉執姜 我後來看 原來 或多或少 就可能是 跟他 拿到他重練 第一千場頭馬有關 剛剛 禮拜三他贏完之後 他現在累積的頭馬數字 就是998場 998場 還有兩場 還有兩場 其實 你說 什麼時候達到 你說易不易 說難不難 但是 如果他好像剛剛禮拜三 那樣 這樣的出擊 就真的很麻煩 但是 這個 就是一個 另外 有兩個 我覺得有幾特別 當然 他們都是 現在的前列 連馬師 一個就是 蔡若翰 一個就是 高東里 他們其實兩個 都是向 1400場頭馬買進的 但是 說我又說 高東里 原來 都是跟 蔡若翰的頭馬數字 相差不太遠 我一度以為 都是因為 蔡若翰都拿過這麼多 一屆冠軍 贏的頭馬 都不少 可能 頭馬數字 會被 高東里 彈掉了一段 距離 但是 原來又不是 高東里 到 截至 星期三之後 他所累積的頭馬 是1391場 1391場 而蔡若翰只比他多3場 即是1394場 1394場 其實兩個 一個欠9場 一個欠6場 可能 說 遙遠了一點 但是我覺得 這三個連馬師 都可以 值得 用這集 提一提 告訴大家 他們現在的頭馬情況 因為 真的很接近 尤其是 現在蔡若翰 近期的成績 好像好一點 高東里 當然 都很平穩 所以 你說他們兩個 到底 在這個月之內 能夠達到 1400場 頭馬呢 我覺得 都不難 尤其是高東里 有加州星球 還有一些 放在這裏 可能24號之前 都已經 很接近 當然 蔡若翰更加 更加 他每次贏兩場 其實 三個賽日 已經可以 搞定 相反 如果有機會 是最快 當然 就是 方家帕 只差兩場 就是這樣 所以 你看到 剛剛我都說過 他用回 谷草 他最擅長的谷草 這樣 部署出擊 想著 真的可能 斬瓜切菜 去達標 達到 那一千場大關 所以 但是 雖然有馬 但是 是不是 你們 中得到 或者 贏不贏到錢 這就是 零計一 港幣那天 都 挺可怕的 所以 值得 講一講 給大家聽 再重複一次 蔡若翰是1394場頭馬 高冬妮是1391 方家帕 是998 所以 你們可以留意 這個數據 好 講回 明天的賽事 明天提供一場 明天我提供的馬 暫時來說 現在 還是有些賠率 預計明天 可能 也會熱一點 我選的場次 就是明天的第五場 這場的四班千八米 我選了一號馬的神龍驅 為什麼選了一號馬的神龍驅 其實我看回這隻馬 的近況 和今季的跑步道程 其實去年10月 一口氣 贏了兩場之後 然後 就一直輸 因為上了三班 明顯上了三班 真的不夠跑 所以 看見 跑得頗密 下的位 但安排隻馬 跑得頗密 又跑一下泥地 又跑一下菊草 又跑一下 千四千八 二千二 什麼都試齊 上一場跑 泥地千八 全程就在後面 走路也不太順 直路也不太好看空 但是減一下減一下分 這場馬可以下到四班 可以減到四班跑 然後馬上看到操練都算是重量度步 保養體力 操練都頗難的 保持體力 星期一那天最後試跑 快跳了一段 這隻馬都走得頗爽 當然有一個問題 這隻馬本身不是很大隻 只有一千零七十多磅 背到重磅 是有少少壓力 但是下了一班 下了四班跑 對手又不同了 加上這隻馬 千八都贏過 其實大家都知道 這筆馬都是千八二千 叫做屠城最好的 最重要的是 韋達這段日子 全力支持希威森 他們兩個都交出不少頭馬 甚至即使交不到頭馬 很多他的馬 冷的又殺到進來 熱門也拍得接近 都是近期一個 值得注意的一個組合 尤其是韋達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一下 韋達那些馬 即是 他的那些 冷門 熱門可能跑得差一點 但那些冷門馬 很多時候 三重彩 四重彩 你沒有他 分分鐘都沒有錢收 所以現在這匹馬 有十幾倍 我覺得可以 冷庇當彩 好像之前我介紹的 銀紙一樣 如果他爆出來 當然 當然很棒 但如果不是 就查個位置出來 現在位置有五點幾倍 可以冷庇當彩 所以這隻馬 一路跑完 其實都是正常的 這次他跑到1800 我覺得路程也對 其實這場馬 都有不少1800的專家 有些近跡比較好些 有些刺騰的 那些現在熱門的健康馬 日輝王 另外一隻伊貝 伊貝上次都跑到的位置 然後還有蓮花江玉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馬 其實這一場馬 我覺得都是 即使現在熱門是健康馬 都是因人而異 我覺得馬房又弱小 還要買到這麼熱 即使是值不值搏呢 即是自己想 另外還有一些 好像機械戰士 路路爽 這場馬其實都是比較亂 所以我寧願選一隻冷 冷一點 即是搏大堆 因為星期六跑馬 星期六賽事都是 因為我不會這樣說 星期六一定會爆冷 但是星期六都是一個 空險的賽日 所以大家都是小注算數 因為星期日還有 日本那邊有轉播 所以就留下一些駐馬 所以我寧達Bestback這次的提供 就是第五場一號神龍區 五場一號神龍區 先預告一下 我應該未必會再錄到 這次的影片給大家 即是星期日那場賽事 但是我會把所有 即是我的 即是那麽多場 轉播的心水 我就會在 尤達專頁 我的Facebook專頁 那裏就會 鋪出來 然後轉載回去 馬場USB 還有就是在 這一個 這條影片 或者我會出一個 YouTube的 貼文 就把那天的提示 放在那裏 給大家參考一下 因為你也知道 我剛才也說 我這幾天都會很忙碌 又要入馬場 現在錄完這條影片 我都要雞甘腳 我都要雞甘腳出發 所以 待會這條影片 都要一邊坐貨車 一邊要撿 所以 我都要準備出發 所以大家就密切留意著 我尤達Facebook專頁 和馬場USB的Facebook專頁 當然這條影片 稍後時間 就會上YouTube 所以大家一會兒都會看到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我 尤達師兄 like我這條影片 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 給你們的朋友 希望 叫你們的朋友 幫忙 亦都訂閱我這個YouTube頻道 我們要到下個星期三 再和大家 在尤達Best Fact那裡 再和大家聊天 祝大家好運 拜拜